266L,楼上的两位会说得多说点,听着很有内幕的样子,我们是不是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? 267L,创始人同性倒不代表什么吧,这世上同性的人多了去了,总不能一个性就是说明有什么不能说的关系。 268L,不得不说,我觉得那个才子应该是知道内情的吧,这位才子多硕些啊,反正大家一定会保密的。 大胆地说出来你内心的秘密,269L,支持,270L,支持加1000,271L历史系才子,为了小命要紧,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,毕竟,要是说出来,我可没有好果子吃。 我只能说,蓝老师才是深不可测那一个,他才不是小白兔呢,比起来,魏无限更像乖乖的小兔子,可爱的,蓝老师可一点不可爱。 272L,你还不说,你说得够多了,反正都说了,不如都说出来吧。 273L,讲到这,被A大饭堂的饭菜吸引到,而要买房的,也是够可以的,为什么我觉得超可爱。 274L,可爱归可爱,可爱也要有钱买啊。 275L,哎呀,我们线线的话多少稿,才能赚到买房的钱啊。 276L,姐姐有钱,姐姐给你买。 277L,楼上的,你猜你会不会被鸡蛋和菜叶子砸晕。 278L,人家蓝忘机,不会给他买吗? 要你买。 279L,吃瓜群众,阿希,我真是忍不住了,他们俩到底是不是男朋友啊? 不是的话,我就出手了。 今天上专业课,在一楼大教室,上到快下课了,发现旁边的女同学开始窃窃私语,不停地看着窗外。 我顺瞄了一眼,顿时不困了,为无限穿了件白色毛衣外套,戴了个毛线帽,站在教室外面的树下吃东西等人。 你说一个大男人,吃东西是不是要大口吃? 他居然比女孩子还斯文,吃东西要小小先试一口,再认真的咬了吃,这是什么鬼? 我妹吃东西都比她爽快,虽然觉得她不够好爽,但是,不妨碍我承认她是真好看啊,我一个大直男,都看着想拿点东西给她吃,怎么这么爱吃东西啊? 不是蓝老师男朋友,还等她下课。 不过这些女同学声音太大了,被蓝老师发现了,要不是下课时间到了,估计要被罚哦。 魏无羡真是招人而不自知,站在那里,有同学过去搭讪,他还好声好气回答,我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,你们要认真读书啊,不要随便结交陌生人。 然后,看见蓝老师出来,高兴地蹦过来,蓝湛,我买了烤土豆。 然后,所有人眼睁睁地看着她,左脚扮右脚,把自己绊进了花木工刚挖的树坑里,手里还高举着那小碗土豆。 我的亲娘啊,我看见蓝老师笑了,TM这不是该死的爱情。 280L一分两分存起来结婚,这TMP的爱情,老子摔进坑了。 也没见有人过来乐于助人,扶我一把,我这个年纪,掉进泥坑也是要面子的好吗? 蓝湛蹲在坑外面,看着我微笑,我拉你上来。 我把烤土豆递上去,蓝湛,你把土豆先拿上去。 蓝湛挑了下眉,土豆更重要。 我气死了,当然啊,我排了20分钟的队,给你买的。 好不容易爬上来,居然还有同学在旁边笑,气死我了,不想和蓝湛吃饭了,我要回宿舍了。 蓝湛挑起一个烤土豆问我,还有一个烤土豆,没弄脏,吃吗? 我马上转身,阿巫一口把土豆吃了,我那么辛苦保住的小土豆,干嘛不吃? 281L,这,我作为路人表示沉默。 282L,我看着我手里的烤红薯,顿时不香了。 283L,吃瓜群众,行,你说不是爱情,那就不是爱情。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,你一个大男人,为什么要别人喂土豆,还要人哄,哄着去吃午饭? 是男人,就要大碗吃饭,大碗喝酒,你居然排队买奶茶。 是男人喝酒,别喝奶茶呀。 爱爱,怎么还要人拿湿纸巾擦手? 你能再娇气一点不。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,我刚才没忍住嘀咕了一句,爱撒娇,没有前途。 旁边我暗恋许久的学妹,听到回我一句,所以你是单身狗,没有女朋友。 我靠! 284L,哈哈哈哈,笑哭。 285L,在学校喝酒,大碗吃饭,大碗喝酒。 这位兄台,你想啥呢? 286L,会撒娇的人最好命。 287L被内涵的孩子,刚才魏无羡被蓝老师拉上来,拍手上的图,然后看看手心有些擦伤,蓝老师拿了湿纸巾给他擦干净, 说带他去校医那里削下毒,擦药,可是魏无羡不愿意。 蓝老师只好说,去给医生消毒擦了药,带你喝A大最好喝的奶茶。 魏无羡小声哼哼,真的吗? 蓝老师,两杯。 魏无羡高兴了,一搭蓝老师肩膀,哎呀,蓝湛,这种小伤不用擦药也可以,不如先去买奶茶吧。 288L,魏无羡,我怀疑你,就是片奶茶喝。 289L,可是人家蓝忘机愿意啊,而且,用奶茶哄魏无羡擦药,怎么办呢? 290L,我想到腿摔破皮了,在男朋友面前哼哼,他说,这点伤药什么紧,涂点口水就好了。 我一个佛山无影角。 291L,哈哈哈哈,涂点口水,哈哈。 292L,这和生病喝点热水一样讨厌啊。 293L,这些人注定要凭实力单身的。 294L,手上擦伤这种小事,上次我手伤了,我前男友说,赶紧去诊所看看。 我不甩手,不必,成大事者不拘小结。 后来,他换了个很拘小结的女朋友。 295L,抱抱楼上的,以后会有懂你的人珍惜你。 296L,同款坚强无比的姐妹。 297L,这,只能说个人的喜欢的点不同吧,也不说谁好谁不好。 有些男生就无法理解,一点小事就哼急的。 298L,那为无限算一点小事就哼急的吗? 299L,我们线线属于自带撒娇而不自知的。 他不哼急,都有人哄着,主要他长得好看,他做什么我都认可。 300L,这该死的看脸的世界。 301L奶茶买一送一,今天我们奶茶店搞活动啊,小情侣买奶茶买一送一。 难得店里一年一次搞促销活动,大家快来。 302L,这位奶茶店兄弟还是姐妹,你倒说个店名啊。 303L,一看买一送一,我就有精神了,可是我没有女朋友。 304L,楼上的,我也没有男朋友,不如我们一起买,买一送一。 305L,如何证明是情侣? 306L奶茶买一送一,哇,忘记说店名了,算了,不用说了,现在已经排长龙了,忙不过来。 情侣又会促销,自然不会一起来就当你们是情侣了呀。 还有,那两个男生,不要以为两个男生一起来也可以装情侣。 哦,那俩就是魏无羡和蓝忘机啊,那算是还是不算是。 307L,他俩必须是,卖给他们情侣套餐,差价我补了。 啊啊啊。 308L,楼上的,你太激动了。 309L,不够的差价我也可以补,你就只需问问他们是不是情侣。 310L奶茶买一送一,本来他们要一杯,那个魏无羡听到情侣可以买一送一,立即两眼放光,怎么算情侣,我们俩算吗? 然后一把握住蓝忘机的手举到我鼻子下面。